現在我們開一個新的之後 你進來這裡 你如果以後比較熟 你要用空白的 然後我要什麼形狀夾起來 進來 或者外面把模型載進來之後 我再來修改 行不行不行 可以啊 因為有時候你就 因為它本身製作模型的能力 比較沒那麼多 我就拿外面模型拿來改 好 那第二種呢 這個 我們如果要做名牌啦 要做那個 就是調 鑰匙圈啊 其實你用這個就很好做了 用這個或這個 那一樣的 它如果是字 就只能打什麼 打英文 跟數字 所以就不能打中文 那我們可以先看看這一個 好不好 你看這一個 點進來吧 按一下 那它就問你啦 你給我一張2D的 一張圖檔 所以如果你要 剛剛那個幸運槽 你就來這邊選吧 有沒有你的圖片 是不是可以繼續使用 就不用再做一次啊 就不用再上傳一次啊 好 OK 你看它就以這個 有沒有就自動產生一個薄薄的 這樣是不是就OK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 連敲都不用它已經產生立體了 它就是把你那個平面直接產生一個厚度 就產生一個厚度 那如果你想要高一點 要低一點一樣 這樣 你點到它 這個 有沒有可以 這樣 變厚一點 對不對 欸 你們忘記這個了 這個 我們剛剛不是用這種 調進來之後點到它 那因為它現在是一個模型了嘛 我是不是用這個選舉工具去選它就好了 點它 你看喔 我進來 點它一下 因為這樣是不是代表選到它了 選到它之後 你看左上角 有沒有一樣有這些工具 你就覺得不夠 可不可以複製一個 這個是複製 這是減下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調整它 我假設我要變高 我就用這個 往上滑過來之後 往上一拉 這就變高了 要旋轉 轉一下 轉一下 之後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當然這個就是近色 所以我點到它 這裡 翻一下 我看一下 點到它 這裡 近色 按一下 按一下 我記得是按一下就會翻 欸 沒有 按一下 應該是按一下會近色 按一下會近色 這樣 有了解的 所以 你用這樣子 是不是就可以很輕鬆的做好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做鑰匙圈 你旁邊自己 敲一敲打一打 然後呢 打個洞 可以吧 這樣很簡單 欸 那我可不可以出個考題 如果你不要下面是舉行的 因為我現在下面還是舉行的 請問下面這一塊可不可以敲掉 你覺得呢 下面這個黃色的 有人投不同意票 還有沒有 一般會問還有沒有就是 來你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不要的話 你不要忘記了 我現在這個顏色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注意到 代表是它是分別兩個不同模型 所以 既然是不同模型 破壞工具 哪一個可以把一個完全消滅掉 一三五的 第五個嘛 對 不要客氣啊 看你不順 然後呢 你要其他形狀 去哪裡找 我們剛剛有沒有從這裡找 對阿對阿 你要圓的 是不是要找 C-TING的 對不對 圓柱嘛 那你在大小是高低調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有圓的底了 嘿 所以你可以玩的啊 我怕你們不好意思玩而已 都是我在玩 你有沒有發現可以玩很多 對不對 那這樣子就可以用 那如果說你真的 想要 就是中文字 等一下我們再告訴各位 中文字要怎麼處理 好不好 OK 請你先試看看好了 你就用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換一個新的 在這邊 在這邊 開檔案 建一個新的 稍微玩一下 Logo這個 只要是圖形 他目前支援點陣圖 好點陣圖 就JPG啦 PNG啦 GIF都可以 向亮的 他目前這裡不行 好就是點陣圖 所以你只要找你喜歡的圖 他就自動把外框 就自動變成一個厚度出來 好就自動幫你轉